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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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阴棘与点栏目 今天样做一切 还有三 几年不见 高大哥真是憋了一肚子的委屈啊 那可不 这么多年没见 我身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所以啊 这委屈啊 全在肚子里给你们攒着的 看来是我们做错了 还笑得出来啊 这天都要塌下来了 好吧 那你倒是与我们说说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还不是那个皇帝 如今把朝堂整得是乌颜瘴气 滥师刑法 奸佞当道 君臣奢靡 贪腐成风 这朝中的一帮老臣 连同我父亲在内 看不下去 接连尚书 苦见无果 皆告老归天了 你们倒是说句话呀 高大哥 我们能说什么呢 我们又能做什么呢 这不是 来找你们想办法吗 看看 如何才能阻止局势 继续恶化下去 这大洲啊 是从上烂到下 根本无从下手啊 是啊 已然是烂透了 我听闻 九泉也被北国攻占了 若他们一路攻过来 大洲怕是难以抵挡 国运堪忧啊 这人各有命 国也有国运 如果这当朝皇帝 连自己都荒废朝政 又有谁能阻止得了他呢 可是 我们也不能眼看着大洲 就这样亡了 得好好想想办法 重病还需猛药医啊 这兵荒马乱的势道 国力国灭 军非难施 想当年比大洲强大数倍的齐国 不也被灭了吗 大洲既已烂透了 便无药可救 不如干脆 推倒重来吧 我觉得独孤兄说得不无道理啊 既然大洲已是无药可救了 那时势造英雄 应当有人挺身而出 救百姓于苦海之中啊 二弟啊 天降大人 大丈夫就应该迎难而上啊 你们觉得可在里 可在里 我自事赞成 我一向都以杨大哥 与高大哥马首实战 若真有这一天 定算我杨素一份 为了大洲 为了天下百姓 肝脑涂地 在所不辞 正是 大哥 我也支持你 就这种五岛君王 有何资格作用天下 大哥 不信 很快 对 那些是 心狂 一谋厚度 如今九泉不是告急吗 这或许是一个机会 二位将军 请直播 你给我让开 高将军 皇帝在里面歇息 大白天的睡什么觉 天都要塌了 国道灭了 他还能睡得着吗 王鹤赶快去通报 十万火急啊 杨大哥 皇帝真有吩咐 不论谁来 他都不见 你什么意思 你若再不让开 我们可就要硬闯了 高将军 硬闯的后果你难道不知道 躲开 何人啊 在外面大吵大闹的 回陛下 高雄与杨肃两位将军求见 被王公伯挡在门外了 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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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困人啊 这二人真是胆大包天 竟敢在寝宫前大声喧哗 就是 又不是什么天塌下来的大事 就不怕陛下要了他们的脑袋 陛下 不理他们 咱们再睡会儿 你还想跟我动手是不是 高将军 别逼我们动手 在寝宫前动手 王帝要是追究起来 你可担待不起 我不会容许你们在这里呼了 不喝 把刀收起来 吵什么 吵什么 这么大事干什么 参见陛下 陛下 天确实要塌了 九泉告急 还请陛下派兵前往 怎么又是打仗的事啊 你们这些武将为何 总喜欢打打杀杀的呢 陛下 若知九泉于不顾 那无异于向北国低头啊 以后如何立国于世 如何向列祖列宗交代 这江山 可都是仙人们 辛辛苦苦打下来的呀 不能就这样放手啊 是啊 陛下 若放弃九泉 便是放弃西北方的军事重镇 北国便可畅通无阻的难想 到时 恐怕失去的不仅是九泉 而是整片国土啊 陛下 先起来 先起来 北国这两年 特朗永远 不仅是十分 是兵的 那当然 大一番 这儿子 我有哪些人 尤其是很可求的 尤其是 老子 reveals 很多遍 有某厨 少年 我 你俩向我举荐他 你俩向我举荐他 你俩是何居心 回陛下 臣并无居心 只是为了一场毕胜之仗 推举合适之仁而已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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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将军杨将军放逐 自己建功立业的机会 来推举他人 说明他们对陛下 对大洲确实是一片赤诚啊 若我大洲当真决定出兵 臣也以为 杨坚是最合适的人选 臣等也以为杨坚合适 好吧 既然 赵太鼓 两位将军 还有几位亲王 都同意杨坚率兵出征 那便让他去吧 是 谢谢陛下 陛下 前方 各国 负责 这个负责 这个赵队 怎又突然支持养剑出征了 以我对他的了解 定是在打什么主意 他要敢使坏 我第一个饶不了他 尽管齐变吧 饭 他要扛了 谢谢观看